1931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一起,离奇的黄金大结案,120两黄金,在层层严密的安排下,居然不翼而飞。由于这批黄金的损失,折损了共产党十几名得力干将,整整十八年后,此案才得以水落石出。 1931年初冬,林氏中央在上海建立。上海那时十里洋场,处处都需要经费。上海林氏中央向中央苏区求援。当时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是林博区。 在他的指示之下,将零零碎碎的金戒指、金耳环等金手势拼凑在一起,融住成十二根金条,每根金条重十两,总共是一百二十两黄金。 这些金条被装在铜盒子里,盒子口用杨汉风,为确保这批金条能安全送到上海。他们制定了一套严谨的对接方式。 首先,由林博区亲笔书写一个筷字,然后请课章店铺,用硬木课程一枚笔像棋子还薄的印章。课程后,按笔画分解成七块。分别交给地下交通站的七个交通员,除每人一块的笔画外。 第一个交通员还拿到一个铜盒和铁锁,其他六个各拿到一把钥匙。七名交通员都不知道铜盒里装的是黄金。 上下线交接时平安与相认。以下线的钥匙打开上线的铁锁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给上线。上线交出铜盒和铁锁给下线。上线平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 而下线则用上线给的铜盒和铁锁,去与下一站的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平证笔画交给组织。 组织则把它送交苏区总结。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左等右等,迟迟没收到黄金。 从11月底到12月22日,他们一共向苏区发了五封催电。苏区这边才意识到出问题了。 直到1932年元丹那天下午,邓发拿着已收到的筷子的前六个笔画。 请林伯渠鉴定。林伯渠确认,那六个笔画是原件。 克张将也确认张是他克的。 唯独缺了筷子的最后一笔那,他始终没有被送到苏区。 所以可以确定黄金在运送过程中。 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最后一站。 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如此周密地安排。 这批金条还是在最后的一段路程,不翼而飞了。 临时中央因为黄金的损失,没有经费,很多计划陷入僵局,无法进展。 造成了很多严重后果。 18年后的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政府就下令调查此案。 追踪第六个交通员。 1950年2月,中央派出了四名经验丰富的老侦察员。 去侦察当年的案件。 当年挑选出的七名交通员,都是政治可靠,能力极强的精英。 经历了非常严格的考察。 他们并不知道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背叛的可能性是微乎极微的。 那要从何查起? 团员看了卷宗之后,决定先找到当年第六位转手的交通员。 刘某某,侦察员向刘某某调查那次去松江的事。 据他回忆, 1931年12月1日,他从京华来的上线交通员手中,接收了黄金之后。 在12月3日7点,抵达了松江,去了汉原站房。 第二天下午,刘某某在客栈门前,听到一个35、6岁,在向客栈站房打听。 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航先生来住? 刘某某估计来人是街头的下线了。 当下就与他搭上了话,对上了暗语钥匙,以及快自信服的第六个笔画片。 至此交割完成了,对方拎着装着黄金的小屁箱出门而去。 刘某某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组织派人来逐航,驱走了那个片。 至此,刘某某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侦察员迅速找到当年的旅馆老板,可是在询问后得知,这间旅馆并没有这样一位客人入住。 那么,这第七位交通员到底住在哪里了? 就在四名侦察员准备无功而返的时候,案件出现了新的转机。 消失的第七个交通员。 一次偶然的聚餐,侦察员从厨师老板那里得到线索。 原来18年前松江有一个保安团,常把老板请去掌勺。 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 对那里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保安团有招待所,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 便要取得一名迎级军官的签名单方可入住。 侦察员调阅了1931年12月3日的住客名单。 符合侦察目标的嫌犯只有一个。 那就是来自上海一家药铺的梁碧纯。 其担保人为保安团营长。 梁碧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一直到12月4日清晨离开。 侦察员找到当年那家药局的魏老板。 魏老板表示这个梁碧纯在自己店里工作多年, 却在18年前突然领着全家消失了。 侦察员推测这个梁某某, 就是当年失踪的第七个交通员。 案件内幕 通过当地公安局的协助, 侦察员找到了第七个交通员,梁碧纯。 触乎意料的是, 这个带着黄金失踪的梁碧纯, 竟然过得十分窘迫。 在他家炉堂下挖出了一份, 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 是上海曹家渡一家旅馆, 为梁碧纯出具的证明。 他供述, 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只知道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 严肃地叮嘱, 人在雾在, 雾雕, 要掉脑袋。 于是他带着铜箱子, 一下码头, 他就坐上一辆黄包车。 当年轻的车夫费力地拉着车上坡时, 有两个人上前帮忙推车。 突然这两个推车人, 用涂了迷婚药的毛巾, 捂住了梁碧纯的口鼻。 毫无防备的梁碧纯, 请客之间就不省人事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身处于旅馆里。 铜箱子也不见了, 他无法向组织交代索性跑了。 为了以防万一, 他让旅馆老板给他写了个证明。 证明他是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 被人拖进旅馆的。 以免日后组织找到了他问罪。 侦察员们面面相去, 他们相信梁碧纯的话。 可是事到如今, 又上哪里去找那三个 劫走黄金的人呢? 寻找真凶。 这案子又要从何查起呢? 侦察员求助于所有 就上海的老刑警。 这些老刑警有超过一半, 直接参与过对这种案件的侦查。 因为这种麻醉抢劫在当年, 那时比比皆是, 大多成了无头之案不了了之。 他们建议去提兰桥监狱。 像那些解放前就被关进去的 在押犯中, 寻找线索, 还真是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事情竟然又有了转机。 当时上海提兰桥监狱, 关押了一个姓白的年轻人, 因强奸罪入狱被判了十年。 这位年轻人曾对一名老寻补发牢骚, 说自己知道一个案子的线索, 揭发出来是否能够戴罪立功。 老寻补说, 这得看是什么案件了。 年轻人说是关于黄金大结案的线索。 侦察员迅速审问了这个年轻人。 原来, 这位年轻人有个远房表哥, 叫吉家贵。 他向来不务正业, 在十八年前, 却突然来白家借黄包车, 说是要出去垃圾添火。 在那之后就忽然酷出了起来。 侦察员马上逮捕了吉家贵。 金梁碧纯指认, 吉家贵就是当年的那个黄包车夫。 吉家贵见识已至此, 交代了当年抢劫的过程。 原来他是主犯, 刘阿谷和庄客是同犯, 当年他们想做几票弄点钱开店。 没想到第一次抢劫, 就抢到了一百二十两黄金。 他们也怕东窗事发。 所以每人分赃物四十两之后, 再也没有联络。 案件告破, 事情真相大白了。 1950年, 吉家贵、 刘阿克已抢劫罪, 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庄客应参加抗日别动军, 在与日寇作战时阵亡。 其父母主动交出儿子诀别时, 交给他们保存的黄金二十两。 而梁碧纯因为亡乎职守等罪名, 被判处十年, 在几经周折之后, 这场错综复杂的黄金大结案, 终于在十八年后被告破。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 请记得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见。